使徒行传第26章 雅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申诉 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 雅基帕王啊,犹太人控告我的一切是 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乃为有幸 尤其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规律和他们的问题 所以,求你耐心听我 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 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 他们若肯作见证,他们从起初早就晓得 我是按着我们宗教最严谨的教派做了法利赛人 现在我站着受审,是因为盼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 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窃窃的是奉神都盼望的着 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盼望 神祭教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断为不可信的 从前我自己也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 我在耶路撒冷就曾这样行了 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 并且他们被杀,我也投票定罪 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想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格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 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使命,往大马色去 王啊,正午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一道光,比日头还亮,从天上四面照着我和与我同行的人 我们都扑倒在地上,我就听见有声音,用西伯来语向我说 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踢离棒是难的 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你起来站着,我向你显现,正是要选定你,做执事和见证人 将你所看见我的事,和我将要显现给你的事,见证出来 我要拯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 我拆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的开 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全下转向神 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 雅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想 先向在大马塞、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的人 后向外邦人传报,要悔改转向神,行事与悔改相衬 因这些事,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得站住 向尊卑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并不外乎众身言者和摩西所说 必要发生的事 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首先从死人中复活 要将光传给百姓和外邦人 保罗这样分诉,非司督大声说 保罗,你癫狂了,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 保罗说,非司督大人,我不是癫狂 我说的乃是真实清醒的话 王爷晓得这些事 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 我深信这些是没有一件像王室隐藏的 因为都不是在隐匿的地方做的 雅基帕王啊,你信身言者吗? 我知道你是信的 雅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 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 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 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 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 于是王和总督,并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 退到一边,彼此谈论说 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雅基帕对菲斯都说 这人若没有上诉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 使徒行传第27章 他们既定归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 就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玉营里一个名叫游流的百夫长 有一只雅大米田的船要开往雅西亚沿岸一带地方 我们上去,船就开行,和我们同去的 还有马其顿的铁萨罗尼家人雅里达古 第二天,我们在西顿靠了岸,游流宽带保罗 准他往朋友那里去,收他们的照应 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 就贴着居笔路的被封岸航行 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一带的海 就到了旅家的美拉 在那里,百夫长找到一只亚历山大的船 要开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 一连多日,船行得慢,好不容易到了格尼土一带 因为被封蓝族就贴着格里底的被封岸,从撒木尼对面行过 我们沿岸航行,好不容易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 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 过了相当的时候,近时的节期也过去了 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 诸位,我看这次航行,不但货物和船只要受到伤害 大遭损失,就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 但百夫长宁愿信从船长和船主 却不信从保罗所说的 且因这港口不适于过冬 大多数的人就主张从那里开船 或者能到菲尼喀过冬 菲尼喀是吉里底的一个港口 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 这时,微微起了南风 他们以为对目的地已有把握 就起锚,贴近格里底航行 但过了不久 一股名叫有拉格罗的狂风 从岛上扑下来 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 我们就任风刮去 贴着一个小岛的被风暗奔航 那岛名叫高大 我们好不容易才收住小艇 既把小艇拉上来 就用缆绳捆绑船底 又恐怕撞在塞尔底沙滩上 就放下帆来,任船漂流 我们被风浪颠簸得很厉害 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出去 到第三天 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抛弃了 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 又有狂风大浪催逼 我们得救的指望就兜绝了 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 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 说,诸位,你们本该听从我 不离开格里底 免得遭受这样的伤害和损失 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振作 因为你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丧命 唯独失丧这船 因我所属所是凤的神 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 说,保罗,不要害怕 你必站在该伞面前 看哪,与你同传的人 神都赐给你了 所以诸位,要放心振作 我信神怎样对我说 事情也要怎样成就 只是我们必撞在一个岛上 到了第十四天夜里 我们在崖底崖海飘来飘去 约到半夜 水手以为渐进旱地 就探探身前 探得有二十旬 稍往前行 又探探身前 探得有十五旬 恐怕撞在石头上 就从船尾抛下四个矛 期待着天亮 水手想要离船逃走 就把小艇放在海里 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 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 这些人若不留在船上 你们必不能得救 于是兵丁砍断小艇的绳子 任他飘去 从那时到天快亮 保罗一直劝众人用饭 说,你们玄望忍饿不吃什么 今天已是第十四天了 所以,我劝你们用饭 这与你们的得救有关 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 也不至于损坏 保罗说了这话 就拿着饼 在众人面前感谢了神 然后剥开来吃 于是,众人都放心振作 也就用饭了 我们在船上的 共有二百七十六个人 他们吃饱了 就把麦子抛在海里 叫船轻一点 到了天亮 他们不认识那地方 只看见一个有岸可登的海湾 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 于是,把毛丢弃在海里 同时松开剁绳 拉起前帆 顺着风下岸驶去 但遇着凉水加流的地方 就把船割了前 船头胶着不动 船尾被浪猛力冲坏了 冰丁的意思是要把囚犯杀了 恐怕有人求水逃走 但百夫长愿意叫保罗安全得救 不准他们任意而行 就吩咐会求水的 跳下水去先上岸 其余的人 有的可以用木板 有的可以用船上的东西上岸 这样 众人都安全得救上了岸 使徒行传第28章 我们既以安全得救 才认出那道名叫米利大 土人带我们有非常的勤奋 因为当时下着雨 天气又冷 就生活接待我们众人 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 有一条毒蛇 一热出来 缠住他的手 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手上 就彼此说 这人必是个凶手 虽然从海里安全得救 宫里还不容他活着 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 并没有受伤 土人等着看他肿起来 或是忽然扑倒死了 但等了多时 见他无事 就转念说 他是个神 那地附近有些田产 是岛长的 这人名叫布百流 他接纳我们 亲切地款待了三天 当时 布百流的父亲患热病和立即躺着 保罗进到他那里 祷告并按手在他身上 医好了他 这样一来 岛上其余的病人也来到了医治 他们又多方地尊敬我们 到了开船的时候 还给我们放上所需用的 过了三个月 我们上了一只亚历山大的船 这船以丢丝双子为继 是在那岛上过了冬的 到了薛拉谷 我们停泊三日 又从那里绕行 来到立即翁 过了一天 起了南风 第二天就来到布丢利 在那里 遇见弟兄们 恳求我们与他们同住了七天 这样 我们来到了罗马 那里的弟兄们 一听见我们的事 便来到雅比乌市和三馆 迎接我们 保罗见了他们 就感谢神 壮起胆来 当我们进了罗马 保罗蒙准和一个 看守他的兵丁 另住一处 过了三天 保罗召集犹太人的首领来 等他们到齐了 就对他们说 诸位 弟兄们 我虽没有做什么 是干犯本国的百姓 或祖宗的规律 却成了囚犯 从耶路撒冷 借到罗马人的手里 他们审问了我 就愿意释放我 因为在我身上 并没有该定死罪的 无奈犹太人不服 我才被迫上诉于该撒 并非有什么 是要控告我本国的百姓 为这缘故 我恳求你们 来见面谈论 我原是为了 以色列所盼望的 才带上这所列 他们对他说 我们并没有接到 从犹太来论你的信 弟兄中也没有人来报告 或说到你有什么不好 但我们认为 应该听听你怎样想 因为我们晓得 这个教派是到处遭反对的 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 就有更多的人到他的住所来 保罗从早到晚 对他们讲解 郑重见正神的国 以摩西的律法 和众生言者的书 以耶稣的 是劝服他们 他所说的 有的信服 有的不信 他们彼此不合 就散了 散去以前 保罗说了一句话 圣灵界伸言者以赛亚 像你们祖宗所说的话 是不错的 他说 你去对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绝不领悟 看是要看见 却绝看不透 因为这百姓心蒙之油 耳听不灵 眼睛闭着 恐怕他们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领悟 回转过来 我就医治他们 所以你们当知道 神这救恩 如今已传给外邦人 他们也必听 保罗说了这话 犹太人中大起争论 就都走了 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 住了足足两年 欢迎一切 前来见他的人 全然放胆宣扬神的国 并教导主耶稣基督的事 毫无阻碍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